普里镇合成里是国内百香果、萝卜以及其他蔬菜类作物最大的产地之一 但因地势较高,水资源相对匮乏 尤其冬季更是有许多地方无水可用 为了解决地方的困扰,在各级民意代表的努力之下 农委会日前也决议扩大灌溉事业区 并在合成里活动中心举办说明会 希望透过说明会让大平鼎地区的农民明白纳入的范围 以及收费等具体内容 今天在我们大阪举办一个扩大灌溉区域的一个说明会 当然看到我们农友非常辛苦 尤其大阪这里水资源有这么好 由水利会来带我们农友政策 我感觉这对我们农友是很大很大的帮忙 由于事关生计,合成里的农民们 也都非常踊跃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希望与会的长官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对此县议员廖志诚也感谢农委会的用心 也建议应该从老旧管线太换为优先 避免水资源在运送过程中流失造成浪费 建议我们的辞委会和水利会 我们的农会党以及蔡皮尔立委和马文君立委 这头可以从前瞻心计划里面 可以列入一些预算 来跟我们的联合大众 不管我们的尊高、管线更新的部分 可以好好做一个检测 其实你水不要流掉去 怎么用就都够够了 由于大平顶地区主要发展精致农业 水资源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县议员吴国昌也希望农田水利会 能够早日来动工 让乡亲们能够有水可用 如果如果去到辞水我们的农民 可以说他们的心会都付出于水 所以国际的登记特别来关心 并今天来参加 我们水利会会有应允带允许 在这个收费也会共睹 而且这个区域会冠近来扩大 拆着时间 让我们的农民有相对好的 灌溉的环境 增加了我们的農民的收益 多年来大平顶地区的农民 每当冬季就因为灌溉用水的问题 伤透脑筋 如今农委会决议扩大灌溉事业区 副议长潘一泉也肯定 农委会的用心 也期望乡亲都能够珍惜得知不益的水源 才能让农业永续发展 记者 陈文一普理采访报道